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康瑞台风是在8月28号11点半的时候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那个时候嘉义县其实并不在警戒范围之内 然后可是我们也在当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 吴隆辉秘书长就已经致电山区的这个乡镇公所 做预备性的这个撤离动作 当天的6点县长也召集我们的主管会议 言商整备事宜 然后这个时候县长跟秘书长也都再次的致电 山区的阿里山乡 番路乡 竹崎乡 中普乡的这个乡长 而且要注意预防性的这些撤离 到了6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扩大三级开设 成立了土石流的灾害应变小组 然后也在10点的时候启动扩大三级的水利处的紧急应变小组 在10点半的时候才成立这一个二级开设 那我讲这些流程的意义是在于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二级开设之前 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然后事后所有的抢救作为也都圆满的去达成 好的 宿长我相信这个所有动作你们本来就应该做 您今天不讲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来 陈议员有话要问 宿长对不起 我猫匪请教一下 你刚才讲说台风发布你们不在警戒区 那你不在警戒区的时候你们这么积极的作为 马上用电话的方式告诉他们准备撤离 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观念里面这是冲突的 这是冲突的 这毫无冲突 第二个 宿长你让我请教你完 宿长 你让我讲完 我们时间有限 宿长 你让我讲完 我们时间有限 你既然说不在警戒区也就是你们没有开三级 可是你们没有开三级的同时 你要准备这里 我们在六点的时候已经扩大三级开设 你没有开三级怎么会有扩大三级 宿长 请问一下三级三级房灾怎么开 宿长 请问三级房灾怎么开 宿长 请问三级房灾怎么开 三级我们在水利处的紧急应变本来就是三级的开设 我们那天是扩大三级开设 而且在六点的时候就成立土石流的灾害应变 宿长 如果你们水利处的话 如果你们水利处那叫二级 如果你们水利处叫二级 你们乡镇市你们用电话通知它撤离 结果没有开三级 然后你说你六点扩大三级 这个逻辑不通的 大家都有点知识 上网Google一下都知道这个流程 你这样讲是听不下去的 你要告诉我们的是 你六点扩大三级 是你自己对这个情圣程序不清楚 本来就在三级开设 我们扩大三级开设 我们有太多先让您做澄清 那欧老师来请教您问题 来 欧老师 处长 既然是做得这么好的话 为什么我们的省到建国路中校路会淹水 为什么那一条路那么多名校 协同中学 协制中学 嘉义大学 为什么会淹水 为什么南华大学那天他们要开校会议 七点钟万龙水老师的车在校门口 整个直接灭顶 他还要逃得快 不然他就淹死了 假设真的做得这么好的话 省到那条路六线道 六线道直接通nice广场的 那条怎么会淹水啊 台一线会淹水是因为民雄的整个省治方案 因为北港溪的那个比亚草白醉 其实没有做好 也就是内水的没有办法 那是谁没做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八年八百亿是有成效 那他成效这一期 民雄工业区那个是在这么明显的马路前都没做好 那你刚刚讲民雄那大铃呢 许处长大铃呢 刚才问你的大铃呢 然后大学在大铃呢 不要避重修行快点快点 大铃呢 好的好我们就也谢谢许处长哦 许处长您要借由这个频道来啊 把刚才我们就我们讨论问题做些澄清 我们也给你这样的篇幅跟时间啊 但我们现场呢正好有来自于 我们欧老师来自于嘉义他非常清楚嘉义的状况 那么陈议员也非常清楚 到底地方政府的所谓的在应变中间的开设要怎么开 所以在这里我们给您做了对话 但我们希望大家拿出诚意来哦 要对话的问题请你做回应 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旧是六年再给六百亿吧 前面八年八百亿的成效 大家看不到情况之下 六年还应该再给六百亿吗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质疑地方限制政府的问题 我们谢谢许处长 当然接下来节目呢 未来有需要的话呢 也欢迎您再继续打电话进来 所以我们当然看到是 美景党的执政县市长在这次的一个水灾当中的态度是什么 就在这里 第一时间站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告诉大家我继续还要钱 前面的钱你到底有没有交代 没有交代的话你凭什么再跟大家要钱 告诉你这边拿预算最多的是谁 台南市赖清德市长 拿了一百六十九点九八亿元 八年一千一百六十一 你拿这么多了 结果你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第二名叫高雄市 第三名云林县 第四名就是刚打电话进来嘉义县 钱还不够 但是刚才有讲到了 如果不是跟县党同个派系的话呢 连这个补助款都拿不到 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 屏东县拿的是第五名 拿了六十四点七八亿元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县市首长 在面对治水的问题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接下来还应该再给这些钱吗 我不知道费员你怎么看 我们还应该再给这些钱吗 我觉得这个治水是 你看我们从小念的书 大宇治水 他的爸爸坤 治水一直用防毒来失败 大宇治水多年 山过齐家而不入 你就知道 这个长期下来的 长期下来 我们这八年也算是一个中长期 八年下来 为什么这支雨淹得那么大 你只要告诉什么原因 你说如果说我们都做好了 结果是地球的变化 一个小时雨下了太多了 如果说这个理由可以说服我们这个专家们 我们也同意 那是不是我们再该怎么做 可是不是嘛 连这个我刚才讲 李洪源都 我相信李洪源不会胡说八道的人 他都出来讲 他就直接点名嘉义县 所以刚才嘉义县的那个刑交的处长 你可以针对李洪源部长当时讲 为什么别的县市虽然辞了一点开 但是人家开了 你要等到中央第二次告诉你 你要成立应变中心的时候 他隔了 他是第二次通报 中央在28号晚上10点钟 第二次通报 他隔了半小时才通报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第一次通报的时候你不开 你的理由是什么 对不对 你现在如果说利用这种节目 还在讲说我有开 对 跟我刚才我们这个陈远讲得很清楚 三级开设是什么 二级开设是什么 对不对 你都应该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嘛 而不是说我不做检讨 这八百亿到底有哪些成效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六年六百亿 这八年里面哪边的不足 是 而这些东西通通不讲 马上讲说就是我没有钱 我钱不够所以才会淹水 是你中央的说 是 这个态度对我们要给预算 我们会在立法反应 非常的把它详细的搞清楚 同时我们再要给下一阶段的 这个治水的预算 我们一定要把第一阶段的成绩拿出来 我们也我也会要求 我在这边慎重的要求 内政部经纪部啊 你就把这个成绩单 有好的我们给它奖励 不好的点名 甚至直接送到现在的弹劾 就是应该这么硬起来 我们休息片给待会儿回来